最明亮的少年 林书这个角色演得更加阳光 更加有朝气 最打眼的老师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 学习到很多东西 张哲瀚新春挑大梁 就在新推荐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新推荐 今天的推荐人就是我 新春到 祝福到 今儿是除夕 张哲瀚给您拜年了 班淑传奇 很快就要亮相电视剧频道 这个春节就让好剧 是能够大 狼牙榜首江左梅郎 金陵城中 那个曾经最明亮的少年 已经完成了 属于他的王子复仇记 而随着狼牙榜的热播 张哲瀚这个帅气的 阳光大男孩 也开始在银屏上 展露头角 在这部剧的表现当中 我觉得对自己表现 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我有去看 就是这个小说 然后看那个林书这个角色 和后来梅城苏这个角色的反差 所以我当时就是 尽量把这个林书这个角色 演得更加阳光 更加有朝气 就符合那个精灵城中 最明亮的少年 父皇恩仲我开府剑衙 这是皇长兄为我选的地方 怎么样 走 齐王哥哥选的地方 当然不错 我可不像你 就算满了17岁 副帅也不会让我单独 出来开府的 咱俩好兄弟 我的就是你的 走 走 我就尽量去把这个人物的感觉 往这上面去贴近 做的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所以挺开心的 青春年少 莫富年华 和那个勇往无前的少年林书一样 生活中的张哲瀚 也是一个实打实的行动派 这个酷酷的微薄名 或许就是对他个人 最纯粹的解读 因为我身上比如说 就是很爱运动 很健康很阳光 我觉得这是和林书 有契合的地方 你这次去东海 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 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 你带回来一些 给我当蛋珠玩 至少也得带个 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鸡蛋那么大 别闹 哪有那么大 给你开个玩笑 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我从小到大 就是一个行动派 我是那种想到什么 就去做什么 怎么突然就去西藏了 怎么突然就去那个地方了 大家可能看来 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老去做这种事情 身上有股风劲 所以称自己为风劲 正是这股子风劲 让张哲瀚 可以心无旁骛地 经营自己的事业 虽然狼牙榜中 属于少年林书的戏份不多 但收获却是满满的 也是第一次和孔生导演合作 我觉得整个剧导演 对这部戏的把握就是 要求非常的严格 非常的高 为什么狼牙榜会火 然后成为良心剧 我觉得和导演的态度 和每个演员的态度 都非常的契合 因为有这样的好的态度 才会有这样的好的作品 收获经验 告别回忆 班淑传奇正蓄势待发 对张哲瀚来说 在本剧中手挑大梁 自然令他十分难忘 当然很难忘 就是人生总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第一次 每个第一次都会牢牢地 就是磕在脑海里 作为第一次电视剧的男一号 怎么说呢 很感谢余老师能给这个机会 让我第一次去挑大梁 然后同时自己会有很大的压力 就做很多功课去撑起整个剧 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 学习到很多东西 是你 怎么是你啊 既然做了内学堂的女傅 就要学着前头的刘女傅 温良淑德 做好公主贵女们的表率 这卫大人啊 可是我们宫学的少妇 这皇上见了她 都得叫她一声师父呢 您刚来这宫中 还是先不要惹她的好 大年初一 这部赏心悦目的汉宫传奇 就要拉开帷幕 小伙伴们不见不散 锁定电视剧频道 黄金档 不走寻常路的班女傅 魏少傅在等你 我是张志涵 我在新推荐